各位弟兄好 我是志成 在這集錄音中陪伴大家 一起來學習手冊第64課 願我勿忘自己的任務 我們這60幾課都在講那個任務 我們前面已經讀了 有兩三課去 那這個64課 它可以算是 把前面東西再複習一次 然後跟你強化你的認知 我們來看看它這個第一段 它說今天這觀念 它只是主的導詞 不要讓我陷於誘惑的另外一種說法 那它這個主的導詞指的是在 新約聖經裡面那個著名的導詞 就是 那個許多基督徒他們在上教堂的時候 都會念這一段 如果你曾去過教堂的話 我相信應該你也會有一些印象 那裡面就有一句話是說 不要讓我陷於誘惑 那這個誘惑到底是什麼意思 在這邊可能也跟 也跟在基督教會不太一樣 在奇蹟客人講的誘惑其實有兩端 一個是特殊的恨 一個是特殊的愛 那奇蹟客人學了越久 你就越發現說 其實這個醉咎 對我們的先靈真的是有一股 無比的而且是莫名的吸引力 那這個寫在正文的十九之四裡面 然後十九之四 它還談到了這個特殊的愛 也就是說我們在人間追求的一切的目的 都算是特殊的愛 那這個小我的誘惑 就是說小我對我們的那個吸引力 基本就從這兩個端過來 而且他們之間可能還會換來換去 還會變來變去 包括你對一件人似乎可能又愛又恨 然後你愛的東西得不到 可能就變成恨 這個是小我一個銅板的兩面 那他說呢 世界在你眼中的目的 不過就是為了遮掩你的寬恕使命 然後給你充分的藉口 忘卻自己的任務 也就是說 當你在追求這些特殊的愛 或者是特殊的恨的時候 然後受到它的吸引 把它當真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真正的任務你就忘記了 你就開始往外面去追求 然後你就忘記說 其實真正的任務是內在的 然後是課程所講的寬恕 這是你唯一來到這個世上的 唯一的任務 所以他說呢 世界只不過是 背棄上足及其聖子 這一誘惑所披上的有形假象 意思就是說 當你認同這個世界 追逐這個世界的時候 其實你做的事情是 背棄了上足及其聖子 因為你選擇跟他們分裂了 那 然後這個世界是覆蓋在這個 分裂上面的一個有形假象 也就是說 其實心靈底層發生的事情是 我們選擇跟上足分裂 但是最後呢 這個經過四層分裂的結果之後 我們所看到的是這個 分分擾擾的世界 好 那第二段接著講說 肉眼所看到的這些 其實 他所謂依稀看到就是好 應該是好事看到了 就是說 意思是說你眼睛看到這些東西 很真 但是並沒有真實性 好 那他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作為一種誘惑 好 然後他說這個是身體存在的目的 好 那奇迪克人他常提到身體 好 不過 我前兩天在課堂上有分享一個 研讀奇迪克人的 rule 就是 你盡可能都要把它擴大解釋 好 像這個肉體 身體呢 你就不要把它縮窄解釋 變成是肉體 好 你應該把它擴大解釋是形體 也就是任何有形有相的東西呢 嗯 都叫身體 好 因為英文的body其實 他可以做 各種不同的翻譯 好 那最廣的翻譯就是形體 好 就是任何有形象的東西都叫做body 好 那這些東西存在目的 雖然說他本身是不具意的 好 就像第一課所說的 但是 他有 他之所以被造出來 好 因為是小我所造的 所以呢 他最初是富有小我的目的 好 好 也就是作為你投射特殊的愛 跟特殊的恨 好 的那個 那個在體 好 那但是下面說 好 就是聖靈能夠把你營造的幻象 轉到其他用途上去 好 所以說他能夠在幻象中 在這些形體中 能看出另外一個目的 好 那什麼目的呢 對他來說 這個世界 好 充滿形體的世界呢 就是你學習寬恕的地方 好 那寬恕那個自認有罪的自己 好 這我們前面講過 其實我們在定罪別人的時候 都在定罪自己 好 我們是先認為自己有罪 因為我們跟上主分裂 所以我們才會去定罪外面的世界 那當然反過來說 就這個世界他就是我們學習寬恕的地方 因為定罪之所在 寬恕之所在 好 那你要解脫的話 就從你那個定罪的那個地方 開始 好 作為你的真實起點 好 好 那下面我們看第四段 他說你只有完成上主賦予你的任務 才可能真正體驗到幸福 好 那這個幸福當然就不是我們人間所講的幸福 好 就是那個特 那些特殊的愛 好 因為那些特殊的愛都是有條件的愛 好 你得到他之後 或者之前呢 其實都會在恐懼中度過 好 不管你有沒有得到他 好 得到的就害怕失去嘛 然後沒有得到的就害怕得不到 好 所以其實 當我們在追逐這個世界的時候 總是在口懼中流轉 所以他這邊所講的幸福 完全是從內在給予的 完全是從上主給予的 絕對不是講外面這個人間的 好 那下面第五段 第五段 第四句 他說每一個決定不是帶給你幸福 就是帶給你不幸 好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其實 如果用一句話很簡單的概括的話 就是任何選擇 其實都是寬素的選擇 好 那我們每天在這個世界上 會面臨形形色色的選擇 好 然後而且你看這個世界 他其實很複雜 選項可以非常多 好 那大的選擇 包括你選擇工作啊 選擇這個 結婚的對象啊 好 那小的選擇 包括你早上要吃 早餐要吃什麼 吃麵包 吃饅頭 吃豆漿 好 都是選擇 好 那非常多的選擇 但是 他說 他叫你呢 不要被這個 選擇的外表形式所蒙蔽 好 也就是說 我剛剛所列舉的那一些 包括你在外面所看到那些 種種不管是讓你覺得困難 或簡單的選擇 他們其實都只是表象 好 其實都只是表象 而且這表象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他說表面看起來複雜的事情 內涵未必複雜 意思就是說 這個表象呢 他並不是真的 那你要能夠看穿那個表象 看他底下的內涵 這個也是我們學習奇異課程 大概最重要你要去學到的能力之一 就是在複雜的表象底下看到簡單的真理 好 那其實任何選擇 都不是他表面看起來那樣子 任何選擇其實都只有一個 就是 這件事你要不要寬縮 你願不願意用 不是定罪 不是二元分離的這個眼光去看待 任何選擇都是寬術的選擇 你要學習穿透那個複雜的表象 去看看到他底下真正的內涵 所以他說那是聖靈眼中的唯一選擇 聖靈看到的是這個 不是我們小我所看到那些複雜的 所以任何選擇之前都先選擇寬術 當然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還是要做一些幻象中的選擇 但是請在你做每一個選擇之前 盡可能先去議題說 你真正要做的選擇是先選擇寬術 而且這個是為主的 你在幻象中怎麼選那個是為次的 因為在幻象中的選擇 就像第一課講的 都是不具任何意義的 那些東西都 因為都不很久 都是無常 而且你也沒有人能夠整整看到說 他今天做了一個什麼選擇 以後到底造成什麼結果 有人做了一個微不足道的選擇 結果整個家族事業就垮了 那有人做了一個微不足道的選擇 結果呢 這個財運亨通 那事情你都看不出來 那前者你不能說他愚蠢 後者你也不能說他有智慧 因為當事人其實都看不出來 沒有人能夠洞察未來 所以其實在幻象中的選擇 他是次咬的 他不是最主要 最主要的選擇 永遠是在你的內在 先選擇寬術 那這是其實是唯一你需要做的選擇 也是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唯一的目的所在 好 那第六段呢就講到今天的重點 願我勿忘自己的任務 寬恕 那願我不再純心用自訂的任務 來取代上主的任務 上主任務是寬恕嘛 那自訂的任務就是 不是寬恕的所有那些任務 就是你自己賦予自己的 那並非寬恕的所有那些任務 都是叫做你自訂的任務 好 那願我寬恕而活出幸福 那今天練習呢 他說至少要練習一次嘗試 10到15分鐘左右 那閉起眼睛來反省今天的觀念 好 然後去反省說 你今天的任務對於你自己 跟對於這個世界都有何其重要 這是我們前面所講的 因為世界的救恩操之在你 好 那短式練習呢 他是說有兩種 有時候你可以閉起眼睛 試著把你的心專注在 今天的觀念上 那有時候先附送這個觀念 然後張開眼睛 然後 不要加簡折的去 環顧你的四周 默默告訴自己說 這就是我壽命拯救的世界 好 好 那今天是練習第六十四課 那內容還蠻豐富的 我講的比較簡潔 好 那希望大家可以聽得清楚 六十四課他的標題是 願我勿忘自己的任務